刚才我们谈到以利沙 她在受到威胁的时候 她祷告上帝 她咒诅那些人 神就伸手拯救她 那么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会有一些错觉或者误会 或者你认为说 上帝的仆人只要她祷告 神一定会出手 让我告诉你 上帝的仆人死在匪徒的手上 死在这一些 抵挡上帝的手中也很多 你看先知的门徒 一个一个的很多 他们被杀害 所以你要了解 上帝的时间 还没有到的时候 神不许可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伤害他的仆人 但是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 神都可以按着他的时间 让他结束在地上的生活 所以我们仍然相信 上帝保护看顾 上帝保守 所以不用害怕 我们在上帝的带领之下 上帝的时间 是最好的时间 你不要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神都是有他 照他的安排 给我们最好的带领 那么很多信徒 常常已经受到 很多错误的神学的影响 那以为我们基督徒 是不会有灾难的 所以有灾难 好像感到很奇怪这样 那刚才有个人说 有一个弟兄要去做礼拜 所以忽然间中风了 然后他就 他就问为什么 要去做礼拜就中风了 不是他要去做礼拜中风 他就是要中风了 我们人的身体 总是会衰败的嘛 你不能够说 那我要去做礼拜就没有事情 很多人 有些人要去做礼拜 也给车撞到的 都有事情的 但事实上 你读罗马书 罗马书提到 不管什么事情 不能够叫我们以上帝的爱 怎样隔绝 你要相信 你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跟你跟上帝的爱隔绝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一些困难来 我们就好像 以神的爱隔绝了呢 有时候我们读 罗马书第八章那一段 我们是用虚假的态度 才读的 我们说不论是什么 患难啊 什么困苦啊 刀剑啊 伤害都不 不叫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 等一下牙齿痛 就埋怨上帝了 人很软弱 人真的是很软弱的 所以 你要相信上帝带领我们是最好的 真的是最好的 但是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里面 神许可苦难 那也是什么 最好的 虽然我们不明白 虽然我们不能够体会 但是上帝爱我们的爱是没有改变的 神参参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那世上一点点的患难 难道真的就叫我们以神的爱隔绝吗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要知道神看顾我们 无为不至 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伤害我们 在他自己的时间的里面 他成就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 做该做的 想做该做的 神托福我们的 我们就尽力去为他而活 时间到了 在他的心意里面呢 我们就结束我们地上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有价值有意义嘛 你的人生 而不是七七惨惨 惨惨七七的 这样子的过了一辈子 然后活又怕死 要死又想活 这类的问题 搞到你心神不灵的 就交给上帝吧 命就只一条 时间十九一次 在他的时间里面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与主同在 好的无比 当然时间没有到的话 不要自己去上吊 去跳楼 去做这些无谓的事情 从大局来看 常常明白圣经 不要读圣经是一套 回到世界又是一套 活在圣经的世界里面 然后回到世界里面 好像圣经跟世界是没有关系的 你的神是永活的神 我的神是永活的神 不管怎样的环境 求主加我们力量去面对 争战 挣扎 在这个世界总是有的 但我们要经历 神是那么的真实 那样的切近我们 不管我们情况怎么样 当然求主的爱 也激励我们来为他而活 所以我们来这里上课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更体会 更认识神 所以有些同学的问题 当然我就给他这样子的解答 所以也给这样子的分享 让我们大家能够有稍微的了解 我们进入了第三章 列王记下第三章 就提到跟摩亚的战争 第一第二节我们来读 由道王约沙发十八年 亚哈的儿子越南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了以色列的王十二年 他行以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不自向他父母所行的 而除掉他父所造巴黎的住相 那这里提到北国的越南 他是第九任的坏的王 这是圣经给以色列王越南的评语 说他行以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不过呢 却不像他父母所行的 就是说 在程度上 他比他的父亲亚哈 他的母亲也许别好一点 这个好一点呢 但是也是这么恶的里面 那特别是他没有离开 他们所拜的这个巴黎的甲的神像 第三节 所以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总不离开 所以他跟耶罗伯安一样 政治上不安稳 那没有办法把以色列人呢 带回耶路撒冷 仍然给在 仍然在这个伯特利跟旦呢 这甲神的敬拜中心敬拜 第四节就提到摩亚 摩亚王米撒牧养许多羊 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 和十万公民羊的毛 给以色列王进贡 所以大概你了解 现在这个摩亚 其实在亚哈的时代呢 他就受到亚哈跟亚哈蟹的压迫 所以他们要按时候进贡 当然他是一个农业的国 所以他有很多的羊 十万羊羔的毛 跟十万公民羊的毛 那些很多的来进贡给王 那关于摩亚呢 我们这个对于摩亚王米撒呢 我们圣经讲的不多 不过刚好在 感谢上帝的就是在考古呢 发现了一块很重要的石头 叫做摩亚寺碑 那这个摩亚寺碑 是在死海的附近的一个地方 叫做迪本 在那里 那就是摩亚的那个 七一里面挖掘出来了 1868年 考古学家在死海附近发现 那就是祖前九世纪的摩亚王 米撒的世碑 因为这个米撒呢 就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米撒王是存在的 那这个摩亚王 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是存在的 这个摩亚的世碑呢 现在存在 罗浮宫的博物馆 如果你有机会到法国罗浮宫 去看一看 不要仔细地拍拍照 就回家了 那什么都没看到 罗浮宫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 都是这些考古的 那这个石碑 这个石碑有什么贡献呢 这个石碑就是 在圣经以外 有关摩亚跟以色列的历史的地理背景 因为我们都是有圣经的资料 现在有个圣经以外的 而且这是一个外邦人的记录 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 摩亚的地理 特别是米地八平原 的一个策略性的情况 因为是额外的证据 所以很多圣经的征战跟摩亚的 后来都在摩亚的世碑里面 得到证明 所以按世碑的记载 摩亚王米撒的父亲 做王三十年后 把王位传给米撒 在米撒做王的期间 和之前 以色列王案例和儿子亚哈 欺亚摩亚很多年 所以很多以色列王的名字 也刻在这个十碑的上面 就证明圣经的话语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关于摩亚的事情 第五节说 亚哈死后 摩亚王背叛以色列王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因为长期被亚制 不敢背叛 但是当这个亚哈跟 亚哈谢跟越南 都是离开神的人 所以他们背叛神 所以他们所管辖的人 也背叛他 常常都是这样的 你背叛神 神就你所管理的 也就背叛你 所以他们就经历了 这个摩亚的背叛 第六第七节我们读 那时越南王处撒玛利亚 俗点以色列众人 前行的时候 猜人去见犹大王 叶沙法说 摩亚王背叛我 你肯同我去攻打摩亚吗 他说我肯上去 你我不分逼此 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 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 你读这节经文 有没有感到很熟悉 有 叶沙法这句话 讲第二次了对吗 那上一次 叶沙法跟亚哈王合作 联手攻击激烈的拉末 当时叶沙法也是对亚哈说 你我不分逼此 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 我的马跟你马的马一样 这说明什么 当时候他跟亚哈联合的时候 神已经不喜悦了 他帮助亚哈 神已经不喜悦了 所以在历代之下 十九章第二第三节 上帝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越和华的人呢 因此越和华的愤怒临到你 然而你还有善行 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 立定心意 寻求上帝 现在他又在犯同样的毛病 以色列王越南问 叶沙法是否愿意跟他联手 攻打摩亚 叶沙法没有学到功课 他又对越南说 我愿意去 我跟你不分逼此 我的人命就像是你的人命 我的马就像你的马 这是叶沙法的个性 你懂他的个性是什么吗 他讨人喜欢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个性 这是一个不好的个性 因为他明明知道 亚哈是恶的 他去跟他合作 现在又明明知道什么 明明知道越南是错的 他还跟他合作 那这就是他人性的软弱 所以他不知道说神不喜悦 神说不能够跟这个越南来联合 但是还是去帮助他 所以第八第九节我们再读 越南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 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 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 并以东王都一同绕行七日的路程 军队河所带来的牲畜就没有水河 所以他们三个王就联合起来 他们决定绕行七日的路程 走以东的路 所以三国联盟攻打 以色列犹大跟以东联合攻打 什么 这叫做三国联盟 所以他们讨论了走哪一条路呢 他们决定走以东的那条路 所以当他们走以东的那条路 你看到以东就是他们是绕着 他们从耶路撒冷绕着以东这条路 但是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 他们没有注意到什么 从以东到旷野的路 他们走的七天的路程 金队和水星的深处都没有水 他们迷路了 结果没有什么 没有水了 那是很严重的 大军没有水喝 那怎么办 会死的 所以因此就在这个时候 第十节 以色列王说 挨在 耶华召集我们这三王 乃是要交在 摩亚 人的手里 你看以色列王没有说话 一说话就得罪神 他埋怨上帝吗 但是问题是 是谁叫他走那条路的 是他们自己走那条路的 上帝他有寻求 他有寻论上帝吗 没有 他没有寻论上帝 不过碰到问题他怎样 他就怪上帝 基督徒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我们不会感谢上帝 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什么 埋怨上帝 顺利的时候就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不顺利的时候就上帝啊 我是你的儿女 为什么你给我到这个地步 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 这个越南也是这样 他也是埋怨上帝 所以人的通病就是自己的愚蠢犯错 那自是其果 且怪罪什么 怪罪 疑神 如果他们在第一步懂得寻求神的话 那或许不是走这一条路的 不过他们当中算他好彩 算他命好 怎么命好呢 交了一个朋友叫越沙法 越沙法是不应该跟越南做朋友 不过越南跟越沙法做朋友是赚到的 有时候我们基督徒 不应该跟人做朋友的 你就跟他做朋友 你是损失他是赚到 那越沙法 就这个时候讲了一句救命的话 第十一节我们读越沙法说 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可以拓他求问耶和华 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 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 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 原文说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 所以越沙法虽然跟二人联盟 但是他是有虾齿的 不过呢 这个时候他毕竟也知道 现在来到这个地步了 没有水喝了 他懂得向上望 他要寻求耶和华的先知 那也刚巧的 以色列王里面的有个臣子 竟然知道以利沙的地址 刚好有他的电话号码 就对了 就这样就可以连接起来 找到他了 那圣经特别介绍 这个以利沙说 他从前服侍什么 以利亚的 就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 你可以看见以利沙 他并不是生来就坐什么 坐在尊贵的位置上 他经过了 从仆人的位置 慢慢地坐起来的 十二节 耶沙法就说 他必有耶和华的话 以是以色列王和耶沙法 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 当我们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停一停 看一看以利沙这样的一个先知 给我们怎样子的生命的见证 让我们像以利沙这样 以利沙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以利沙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 当人要聆听上帝的话的时候 他们会想起你 不要等到他们三切意的时候 就想起你 那不是好事 他要喝酒的时候 他早想起你 他要去不好的地方想起你 那你这个人有问题 我们要成为一个 当人家想起上帝的话的时候 想要多知道上帝的话 他会想起你 为什么 因为你教导过他上帝的话 所以在座当中的主族学老师 在座当中的组长 在座当中带领查经的 在座当中带领 在树林上带领的 我们要让人家想起神的话的时候 想更多知道神的话 他们想起什么 想起你 这就是以利沙 所以以利沙有杀她 她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第二呢 人家会想起以利沙是 她是一个有榜样的 神的中心的仆人 所以刚才特别提到那一句话 她是在以利亚的时候 捣水的 就是她是一个服侍人的 她是一个仆人 所以这个生命的见证呢 她的榜样 一直留在人的心中 那么我们看到 她就是一个有榜样的 上帝的中心的仆人 那还有呢 第三 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被惨媚者 现在有三个王站在前面 你想以利沙会怎么样 一个王站在你前面 你就不得了了 对吗 两个王来找你 三个王来找你 这是何等的尊贵 但是她有没有看到三个王来 快乐到喜到不会讲话 傻去了 你们竟然来找我 我这么卑微的先知 你们三个王来 她不是这样子想 她很镇定 她并不奴眼 被悲戏的 就是说 她并不是好像一个奴才的样子的 她很镇定的 清楚传达上帝的信息 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被惨媚的人 不管谁站在我们前面 我们要知道 上帝的话要怎样 我们要忠心的传讲 不要因为这个人 势力很大 他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我们站在他面前发抖 我们要在他的面前 很镇定的 能够把上帝的话传给 他因为我们不被惨媚 好像以利沙这样 三个王又怎样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认识上帝 人没有上帝 再伟大 再能干 再了不起 他终究一时 所以这个就是以利沙的特点 在这里我们先看到三个特点 然后再读下去 十三节 一起读 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 我与你何干 去问你父亲的先知 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以色列王对他说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 乃是要交在 抹亚人的手里 以利沙很不客气 他对这个越南王说 你拜假神 现在你要来找上帝 你去找你爸爸的神吧 找你祖先的神吧 你来找耶和华做什么 你现在有难的来找耶和华 之前你并敬拜什么 你敬拜的假神 你看他讲话 他知道他不对 就怎么样 他勇敢的责备他 那十四节 以利沙说 我只做所侍奉 永生的万金耶和华启士 我若不看犹大王 耶沙法的情面 必不理你 不顾你 所以我说 他好彩教了一个耶沙法 所以因为 你跟耶沙法的关系 耶沙法是犹大的王 所以因为上帝的 子民的缘故 我为你祷告 所以有时候基督徒的朋友 就有什么 这个 有这个 这个 这个福分 有时候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 基督徒的朋友 我们去探访他 去关心他 去为他祷告 有些人没有信主 但是他是 某某人的朋友 某某人又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有时候就通过他 我们去关心他 去帮助他 去扶持他 耶沙法也是这样 他是 敬畏上帝的 所以现在 以利沙说 看在耶沙法的情面上面 我照顾你 所以以利沙对越南说 本来他说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去问你父亲的先知 跟你母亲的先知吧 但是现在 因为耶沙法的缘故 他愿意照顾他 第四节 我们看见 一个上帝的仆人 第四点 他要敏感于上帝的灵 你看十五节 他说 现在你给我找 一个谈情的人来 谈情的时候 耶沙法的灵就降在 以利沙的身上 其实三个王来的时候 那以利沙以他的经验 以他的这一个能力 他随时就可以怎样 讲一些话 打发他们的 他没有立刻从他心中 给他们 他的自己的意见 看法跟答案 他等候 他敏感于神的带领 如果上帝没有说 他不说 所以他说 我得祷告 寻求上帝的心力 所以上帝的仆人 要常常在上帝的面前 等候领收上帝的信息 所以你看 他就说 找一个谈情的人来 这个人谈情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 就降在什么 以利沙的身上 他敏感于 神要对他们 说什么 当然神的灵 降在以利沙的身上 神就告诉他怎么做 第十六节 他便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 那为什么要挖沟 以利沙很不错 还告诉他们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 也不见乙 这谷必满了水 使你们和牲畜有水 和你们切水 是吗 上帝就要给你们水了 所以你们尽量挖沟吧 挖沟 因为你挖沟的时候 水就会怎么样 流下来 流到你们的权限 你们就有什么 有水可以喝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 而且他说 你要有信心 你不要看风 不要看雨 你不要看有云没有云 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你相信 所以你得去做一件事情 你得挖沟 那么这些人 这些王听见的 他们一定想说 我这种事情 真的能够吗 这样子就能够有雨吗 这样就能够有水吗 可能他们心里疑惑的时候 第十八节 在耶和华眼中 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摩亚人 交在你手中 给你水是小事 对上帝来讲说 小的事情 所以因此 他还要给你们打圣摩亚人 并且你们必攻破一切 坚惩美意 砍伐各种加速 塞住一切水钱 用石头造大一切的 美田 意思是说 你们要攻打摩亚 你要占领摩亚 你们要赢得摩亚 这是应许 特别是这句话 在神起是难成的事情 特别是这句话 在耶和华眼中 还算为小事 这些都是小事 我们从这里来思想 在上帝没有能成的事情 在他看来都是小事 英文常常说 a piece of cake 小事 你看 怎么说是小事呢 神创造万物 对他来讲是何等的荣誉 他说有 就有他命力 就利 他说光 就有了光 他的话语大有能力 我们看见这个伟大的宇宙 对这个神来说 上帝说 小事 不但这样 他的创意的设计 是何等的荣誉 我们绞尽脑汁 想老半天 未必能够想得最好的 但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奥秘 单单这些设计本身 你就感觉到什么 太神奇了 对我们来讲 如果叶子 全部都是叶子 上帝给每一片叶子不一样 雪花就是雪花 都是一样的 但是每一片雪花都什么 都不一样 你的手指纹 每个手指纹都什么 不一样 其实看都一样了 对吗 你怎么去分辨那个不一样 看来看去都是一样 但是他的切就是属于你的 那神给我们每个人 其实如果大家声音一样也不错 也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声音是一样 你的声音很独特的 你说你怎么知道很独特 你回家敲门你就知道 敲门的时候 你们问谁 我 他就开门了 就是 一听你的声音就说 就知道你是你了 有时候你在 有时候 所以声音 每个人也是很独特的 一把声音 一个赏音 所以上帝创造万物的 创造宇宙奇妙 太神奇了 但是对神来说 小事 这个神很伟大无比 我们今天 常常为着吃烦恼 我们要给几百人吃 还要报名 还要拿号码 还要头痛 又怕你来 又怕你不来 怕你来是没有报名 怕你不来是报了名 不来 很多的烦恼 我们很复杂 但上帝在旷野 喂养 两百万 以色列民 轻轻松松 为他们 四十年 他们衣服 没有穿破 绝 没有穿破 玛纳 按时降下来 他们按时后 领受上帝的 对上帝来说 没有难成的事情 小事 那上帝不但这样子 在以色列人的当中 上帝一次一次的拯救以色列 在残兵败局下得胜 就快要死了 残局了 死路了 没得走了 上帝去那里翻一翻 整个什么 整个局势翻过来 所以上帝是围棋高手 围棋通常就是一步 就把前面全部怎样 翻过来 就那一步 上帝通常就是走那最后的一步 前面的人走到要死 要命要死 就快要死了 呼救上帝 上帝围棋一翻 全部黑的变白 白的变黑 对不对 会走围棋就明白是什么 上帝改变这一切 以后我们还会看到 小事 上帝看小事 上帝医治病痛 甚至叫死人复活 今天我们亲全力的在医治 上帝要医我们 很简单 在上帝的能力里面 很简单 甚至叫死人复活 很简单 耶稣叫死人复活 有没有很喘 满头大汗 搞得懒半天 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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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终于活了 好彩好彩 有没有 没有一次这样的 耶稣 放在里面 因为在上帝 他很愿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圣经说 他的爱子 白白为我们舍了 对神来讲是什么 小事 因为他甘愿 他甘愿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赐下爱子 丝毫的不愿意 没有丝毫的不愿意跟挣扎 那你跟我呢 十分之一还挣扎的要命 那一点点的钱还挣扎的要命 那一点点时间 那一点点能力 那一点点给主的 我们挣扎的要命 但上帝给你 给你什么 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 所以有时候你稍微想一想 我们真的是没有良心 我们做基督徒 有时候想起来很惭愧 很惭愧 我们常常还跟神计较这个 计较那个 还跟神讲这个 讲那个 等等等等 但是对上帝来讲 他把他的爱子给我们 没有挣扎 对他来讲 小事 所以神使爱子 借同真理 升到世界上来 很等的 对人的何等的难处 何等 人来看很难很难 你怎么样子把 一个同真理 给他生孩子 这是很难 人做不到的 但是时间到了 神成就这件事情 当然 神打败魔鬼 是轻而易己的事情 如果你读启示录 魔鬼 骨蛇 龙 撒旦 最后被抓起来 谁抓他 你知道谁抓他吗 你想上帝抓他 不用 你想天使长抓他 不用 圣经说 只叫一个天使 没有名字的 可能新来的 抓他 菜鸟 跟菜鸟 写天使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对他来讲 把魔鬼抓起来 小事 重点是上帝的什么 上帝的时间 所以上帝今天 上帝的对面不是魔鬼 这个我常常要告诉信徒的 上帝的对面是没有东西 没有人可以跟上帝同等 在上帝的对面 没有任何的 活物 魔鬼在哪里 在他的下面 上跟下 不是平的 有一些图画画上帝跟魔鬼角力 角力角得老半天还流汗 那些根本没有好好读圣经 也不认识上帝 上帝跟魔鬼 他在上 这个魔鬼在神那里是毫无所有 所以我们要明白 上帝小事 那上帝最后为我们创造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这些都是小事 在他其有难成的事呢 我们常常要限制上帝 我们常常听见信徒喜欢问 关于新天新地 我们问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 牧师去天堂做什么 天天做礼拜很闷的 天天敬拜上帝 腰酸背痛的 只做这件事情 将来是怎样子的 我们问了一个很笨的问题 为什么很笨的问题 因为将来的生活 不是你能够想象的 我常常喜欢这么回答 请问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精彩不精彩 很精彩 对不对 这个世界是很精彩的一个世界 所以每次你花很多钱 到处是什么 观光旅行 你那十多天的观光旅行 回来什么 很满足 很满意 你看到上帝 就创造奇妙 那今天的各种文化 艺术 各样的表演 各样的音乐 人能够表现出来的 各样的这个才华 精彩不精彩 非常精彩 我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所穿的衣服 没有 都是各种各样 不同颜色的衣服 我们没有全部黑 没有全部白 我们看下去 每个人这样 每个人的样子 都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很精彩 请问 这是什么世界 这是天父所创造的世界 这个是已经被 最玷污的世界 对不对 如果一个被最玷污的世界 尚且如此精彩 你为什么担心 那个没有罪的世界 很闷呢 这就表示 你没有好好的 好好的思考 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将来那个世界怎样 但我可以告诉你 将来那个世界 比这个世界 精彩的千倍万倍 肯定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医院 我不用去探访 没有兵议馆 我不用主持商礼 也一样的 没有结婚了 我不用主持婚礼 将来那个世界很精彩 真的是很精彩 为什么单单 我们荣耀的身体 这个荣耀的身体 是不受限制的 荣耀身体 是到什么地步呢 你每次看 奥林匹克运动会 你看那些溜冰的 你看那些滑雪的 你看那些 他们的身体的弧度 溜冰还是 那个弧度 你羡慕吗 很羡慕 你看他们 那个溜冰这样 转转转跳上来 很羡慕 我们不能 我们转一下腰就散到了 他那个动作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做到 你很羡慕 你看他踢足球的人 他跳起来 那个足球 顶一下 踢足球进去 哇 那个身材令你什么着迷 但你跳不起来 你要不要就跳起来 就踢不到球 不然跳起来 跌下去 一定受伤之类的 将来那个 告诉你好消息 你都做得到 哇 将来你可以再留冰场 转转转转 其实头不会晕 身体 怎样指的弧度 那是荣耀的身体 我现在要借此告诉你 将来的世界 非常非常的精彩 因为 一个有罪的世界 如此的精彩 一个没有罪的世界 有上帝同在 有荣耀的 那是更加的精彩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小事 上帝造的小事 所以耶稣说 在人不能 在神 都是 什么事情 他都能够做 好 第五 以利沙是 以上帝的仆人 所以他清晰地 传讲上帝的信息 所以他说 神给你们水 这是小事 所以你们要凭信心 不要凭眼见 好的 你们要尽本分 去挖 挖钩 挖的越多 越深越好 你挖的越深的话 水进来就越多 所以上帝帮助他们 不过从这里也看到 上帝的帮助 跟人的责任怎样 平衡 人有责任去挖 神负责添水 人去进攻 上帝使他们得胜 所以以利沙 所以以利沙就看到 犹大王 越沙法的情面 他行了两个神迹 帮助三个王 解决了他们 缺水的问题 把摩亚打得落花 流水 还有我们看到 看情面的神 本来 以利沙是不愿意为 以色列王做什么的 但是看在越沙法的情面上 给以色列王帮助 今天你的很多朋友 如果神看你的情面 帮助他 我想这是荣耀的事情 所以真的 如果你朋友 有什么事情的话 请你为他祷告 上帝看在你的情面 帮助他 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所以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神是个看情面的神 如果有一天 神因着你的情面 恩待某些其他的人 那真是莫大的恩典 那按行为 我们算不上是义人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了解这些属灵的本质 亲近这些神 顺服神 神就会看中什么 你的面子 神看在摩西亚波拉罕 以赛亚哥的面子上 他们不灭绝 以色列人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我想我们当中有选人 或许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经验 你一生走过来的时候 你信主之后 你庆幸你认识了一个基督徒 他带领你信主 他帮助你 他让你找到上帝 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 二十节 次日早晨 越在献祭的时候 有水从以东而来 遍地就满了水 我们很随便的读过这些经文 我们没有觉得有什么 让我告诉你这句话 由水从以东而来 你要了解整个地势 在西边是地中海 在东边是高山 那按照常理 水从东西来移动 是自然现象 但是现在水从哪里来 以东来 以东在哪里 以东在南 所以当水从南北移动的时候 这个是神迹 所以这个水的来临 不是自然现象 不是时间到了下雨 因为水是东西移动的 现在是南北移动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神迹 所以水就来到他们当中了 那圣经接着下去 没有讲到他们水来之后的结果 当然他们就有水喝 但是圣经跳过他们那种欢喜快乐 因为有很多的水 所以他们得到饱足 本来是灾难就是没有水 现在有了水 他们应该又很高兴 但是现在什么 现在 没有讲这些事情 就讲了一件事情 水的来到带给他们一个 完全没有期待的效果 敌人磨亚 什么 不打自乱 所以这个水一来的时候 磨亚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 要与他们征战 凡是能顶盔冠甲的 无论老少 竟都积极站在边界上 这个三王要来攻打他们 吃日早晨 日光照在水上 磨亚人起来 看见对面 水红如雪 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就说雪 毕竟是三王互相击杀 既都灭亡 磨亚人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 他们看到什么 海事存了 神借着一个自然的现象 让磨亚人迷惑 磨亚人对沙漠现象应该有些熟悉 但是让人看到五官四邻 而且看错了 磨亚人知道有海事存了 但他们看到什么 他们看到太阳照在水面上 反映出雪红的颜色 他们看错 他们眼力差到把水当雪 第二 他们推论错 认定这么多的血 是因为他们彼此互相残杀 这个错误的推论 错误的看见 就把他们带进什么 死亡的陷阱 所以他们说 起来啊 我们去抢那些东西 怎么样 下一次再讲 下一次再讲 谢谢大家